四十三一 東方日報 涉機倉道市三千元港龍內地客懷那 2015年7月12日 港民A22 本報信 內地男子購買國泰航空商務客位機票 乘港龍航機來港市 涉嫌在機內盜取另一名乘客三千元 事後被控在飛機上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和道市兩聚 作被解往屯門法院應訊 被告暫無需答辯 裁判官押後案件至9月4日轉往荃灣法院再訊 以代控方殺取法律意見 被告沒有申請保釋 還拿押監房看管 南被告陳嬌 四十二歲 報稱是飲食業商人 在河南居住 控罪子 被告於7月9日 在一班由尼泊爾加德滿都來港的港龍航機 A.K.A.191上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可能危及機上的秩序 被告有於同一班機上 偷取另一人的三千元 案件去7編號 G.M.C.C.1972-2015 嗯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